见过购物券 优惠券 贷金券等等各种券 但是您见过免作业券吗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 在镇江新区的一所小学 向学生发放免作业券 有了它呢 今天的作业就不用做了 那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小朋友们 如果今天的英语超单词作业 你觉得来不及写了 可以将一张免作券贴在作业本上 抵消一次作业 是不是很开心 像这样的作业免作券 免超券 在镇江新区实验小学还真有 而该校的王雅玲老师 正是免作业券的首唱者 我们在发放免作券的时候呢 主要的是针对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在末词的时候 有五次全对了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张免作券 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 能够把课文背出来 我们也可以发给他一张免作券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班上的比较好的学生 他能够在我这个规定时间里面 能够帮助后进生去默词 去背书 然后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那么我也会把这个免作券 发给好的学生 据了解 镇江新区实验小学 从2011年开始 将发放免作业券的做法引入教学 目前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 英语作业都可以用免作业券 小方说效果非常好 王雅玲老师刚待了六年级五班 一个多月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他觉得 免作业券对他的英语教学 帮助很大 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积极性 也都提高了 要是超次作业比较多的话 我就用一下 然后呢 我就把它 还剩下来 我就把它保留在这 因为保留在这 因为这些免作业 也代表自己的荣誉吗 听说这种免作业券 在南京的一些小学 也有发放 跳出这条新闻的本身 我在想 作业的本应呢 是为了让学生 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 但如今却更多地 散发出的是负担的味道 以至于免写作业 都能成为一种奖励了 知不知道我们是该高兴呢 还是悲哀呢